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本期的英文小四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苹果应用商店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出了一些关于人民币怎么变成虚拟货币 或者说把虚拟货币变成人民币相关的教程 还有AI的教程 但是呢很多小伙伴说那现在就不了啊搜索不到啊怎么改这个苹果ID的地区 一大堆这样的问题啊 然后我在国内也找了一下相关这方面的教程啊发现这玩意还能拿来圈钱 真的太可恶了这种东西也能拿来圈钱 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都没法解决啊 他们都是花钱去解决的 所以呢本期我就将这个技术交给你们啊你们也可以拿去圈钱啊 因为真的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人都不懂怎么改这个地区的 你可以利用这个商机去赚一点钱啊 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主要遇到的问题啊 他们遇到的问题无非就是他们在切换到国外的地区的时候要求你输入一个支付方式 就是说如果你切换到美国啊你没有美国的卡的话你是切换不了的 但是呢他又没有那个无的选项就是说你不能不添加之路上是你必须添加你才行 不添加的话你切换不了 这个是他们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啊 其实解决这些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你只要会开VPN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来上手操作一下 你要是觉得动手太麻烦的话你可以直接找我我来帮你改啊 我们也不需要注册新账户用现有的苹果id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账户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账户啊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也就意味着他估计搜索不到一些app资源了我们试一下搜索一下马斯克的国家口这个呀看能不能收得到 没有啊只搜出了一个X还是豆包啊全是国产的AI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再搜一下恰的GBTK能不能收得到 是不是也没有啊都是一些套壳的AI 都是一些 套壳的国产的 基本没有官方开发的我们看一下币安有没有 币安美国都搜不到更别说这里了 币安这里也没有啊 没有 接下来我们去切换一下地区啊我们直接把它切成美国的看看 该会发生什么 我找一下美国的 这里的地区非常多啊你切换不同的地区你下载到那个app资源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选择美国 继续 然后同意 这里呢他会让你输卡你发现没有 那你没有美国的卡怎么办呢 是不是他又没有无的选项所以呢你要把你的VPN打开啊 不管你的是什么VPN只要你打开了估计都会显示这个5啊 只要是国外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再继续一下 再同意一下 你就会发现了这个无就出来了如果说你的还是没出来你可以找我啊 只要你的节点没问题基本都会出来国外的节点就可以了都会有个无字出来啊 接下来呢就是填信息了嘛这些信息怎么填呢 如果说不会填的话我们可以用百度啊我们直接打开浏览器搜索这个美国ID免税地址生成啊 直接搜索啊 搜索出来随便点一个随便点进去一个啊 然后这里呢你就复制嘛这些你按照1比1的给它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名字是吧 要粘贴过来啊 粘贴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复制这个信式啊 那个信啊 复制啊 再把它粘贴过来 说白了这个过程就是复制粘贴就完事了啊 然后下面的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填到那个街道那里嘛 它是有一个必选的是吧是必填的是不是 把这些都填上啊 需要填的都填上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城市了 你给它粘贴过来 然后就是州了这里的州基本都是中文的但是 地址生成器好像给我们的英文是吧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英文什么意思你可以翻译一下 翻译看它是哪个州啊我们直接翻译啊选择到这个 英语啊 翻译一下蒙南大洲是吧那么我们就找到对应的州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下 蒙南大洲啊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是一个邮编了啊 这个邮编也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还有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给乱输啊看我这里全部输入一样 输入够七位数就可以了七位数啊 然后完成 你就会发现了就切换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下看能不能收到刚刚那些AI啊 比如说国可是吧 收一下 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你们还没退出去啊因为你刚刚切换你要重新打开才能收得到 重新打开一下我们再去搜索一下比如说国可搜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 这个开发者啊这个开发者是不是XAI你看一下 是吧 这个呢就是官方开发的啊 就是他 我们要搜索一下 差点GPT啊 一搜都能收得到啊这些都是官方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币安收不到啊 搜索币安你会发现你收不到 因为币安这个APP呢他没有在美区上下啊 但是他在香港台湾澳门这些地区都有上下就是 有一些管的对这些金融方面比较严格的地区没上下 我们还是要切换一下地区啊我们把它切换从台湾看一下能不能收得到 我们是给随意切换的因为只要你开了那个VPN之后你可以随便切啊 这里我搜索台湾啊 然后继续 同意 然后你会发现他也是让你天然支付方式啊但是你没有那个台湾的卡怎么办开VPN啊是不是 就是把你的节点打开啊打开之后你再返回一下再重新继续啊 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就会出现一个无字的选项是吧 这里有个无啊我们就选择无就可以了 下面的接到信息可以随便填啊 是可以随便填的比如说填 这里的这种地址啊你也可以随便选啊 主要是你这个邮政编码这个邮政编码呢你要对应啊你可以 随便输看一下能不能过啊 这个电话也是可以随便输的 我们来试一下 完成 然后我们会发现他只会提示我们邮编有问题其他都没问题啊很离谱啊 也就是说我们去百度随便找一个有用的邮编那不就行了吗是不是直接去百度直接搜啊 随便搜一个台湾相关的这种邮编啊 复制一下看到能不能过啊 一般这种交易的话一下子就过了随便复制几个来多多试一下就能过了 是不是就切换成功了 等大家刷新了 这里呢可能我开了翻墙啊需要把这个翻墙关一下 重视一下 这样呢他就刷新成功了刷新成功了我们就可以退出去重新打开啊 重新打开我们再搜索一下币安看看能不能收得到啊 你会发现了币安就收到了是不是他是吧 那有的小伙伴就问了说我下载了之后我再切换回国内会不会有影响没有影响的我们现在切换国内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要下载国内APP是吧我们再把这个台湾地区啊给他切换为中国大陆试一下 都是能随便切的啊 中国大陆这个地区更加容易切啊基本不用停什么信息啊直接选中国大陆啊 然后继续 然后就同意 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还要注册一个新账号什么之类的完全没必要啊你就直接切地区就可以看得直接选择一个无啊 然后下面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可以随便填啊是吧你点一下完成你看他提子哪里是红色的你就填哪个就完事了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北京啊 这里的电话是吧我随便输一个 电话随便输啊 哪个是必填的就填哪个是吧还有两个是吧 这个街道啊这个街道啊这个行政区我随便随便写啊 打两个字上去就可以了啊 都可以啊完成 你就会发现了一伙的又切换回来了 中国大陆是不是就回来了 OK本期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打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